世界历史商业上的这些进步时 西欧的商业带来了火力 加强了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而西欧诸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 形成于15到16世纪 作为封建国家向自产阶级国家 过渡时期的政治上的上层建筑 专制制度与信心自产阶级 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 专制制度的形成与维持 要靠自产阶级经营上的支持 同时自产阶级也需要专制政府 保护它的经济利益 专制政府支持发现新的航路 支持海上发展 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 及海外贸易 有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 16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如此 她甚至投资于英国的海盗事业 而且专制国家还可以调动 所有上一切力量 经济活力技术进步 新教徒的兴趣精神 未经许人您的以后